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都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0日星期二农历11月27 我是阿石西 我是小曼 很荣幸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在圣诞节来临之际 西雅都中文电台全体同仁 恭祝各位朋友们圣诞快乐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 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堂 周二到周五的西藏越化的话题分别是 往事如风 性感夜线 清净校园 各艺术人生 周五和周日是圣诞周日节目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HDFM98.9 Channel Free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 slash 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KKNW AM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俄罗斯对邻国乌克兰发动的破坏性战争 已经接近连续十个月的关口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周二分别赞扬了各自军队的勇气 泽连斯基访问了东部的城市巴赫木特 两国军队在那里进行了一些最激烈的战斗 在大炮轰鸣的背景中 他在一栋昏暗的建筑物中 会晤了军事人员 赞扬了乌克兰军队的勇气 韧性和力量 与此同时 普京也赞扬其乌克兰境内的俄军部队的勇气和忘卧精神 不过他是在莫斯科里 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灯火通明的华丽大厅 举行的仪式上发表的这番讲话的 泽连斯基称 马赫富特是整个前线的最热点 不过在座位于基辅伊东 约600公里的城市 仍然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 目前想不清楚 泽连斯基是如何到达巴赫木特的 巴赫木特堡垒我们的人民从未被敌人征服 他们用自己的勇敢证明 我们能够挺过来 不会放弃我们的土地 他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频道上写道 他说 自五月以来 占领者们一直试图攻陷我们的巴赫木特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 巴赫木特不仅已经打垮了俄罗斯陆军 而且还在打垮前来 接替我们被打残的占领军的俄罗斯雇佣兵 在克里姆林宫 普京向莫斯科任命的 乌克兰四个地区的负责人颁奖 俄罗斯于九月间宣布非法通病的这些地区 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俄罗斯有限的兼病 我们的国家经常面临挑战并换卫自己的主权 现在 俄罗斯再次面临这样的挑战 士兵 军官和志愿者们在前线展示了勇气 和忘我精神的接触榜样 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周二命令全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 立刻暂停让女性学生接受高端教育 直至另行通知 高端教育发言人哈菲兹吉亚阿沙米 表示依据他所说的塔利班内阁的决定 这一命令已经抵达所有的大学 塔利班自从16个月前掌权之后 针对阿富汗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和教育 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 这项宣布是最新的举措 阿富汗政策分析师的研究员莫辛阿明 在推特上写道 对于数百万名无法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女孩来说 这真的是痛苦而令人心碎的 美国对此表示谴责 称施为绝对无可辩解的立场 美国国务院对阿富汗塔利班 释放两名被拘押的美国公民表示欢迎 这两人星期二正在前往塔塔尔的途中 他们将从塔塔尔背离美国与家人同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星期二的记者们说 我们现在可以欢迎两名在阿富汗被拘押的美国人 两名美国公民的措施 我们正在为这两名美国公民提供一切应用的协助 美国官员还没有披露这两人的兴奋 今年8月 保护记者委员会报告说 塔利班当局拘押了美国公民伊沃尔·希勒和他的阿富汗同事 当时他们正在被美国无人机轰炸的一处现场拍摄 这次袭击打死了基地组织首领艾曼·扎瓦西里 据信 希勒是塔利班释放的两名美国公民之一 目前还不清楚希勒的阿富汗同事的命运 布莱斯说 这次放人的不是换球 也没有向塔利班付钱 下面也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55% 最低气温华氏31度 摄氏0下1度 明天多云降水概率32% 最高气温华氏31度 摄氏0度 最低气温华氏21度 摄氏0下6度 云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在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发生大逆转之后 中国的工厂正在面临着这样一个新现实 工人们会经常地因病请假 或者与已经感染病毒的同事们一起工作 本月早前 中国政府开始取消多项最严格的新冠反应措施 包括严格的隔离要求和强制性的核份检测要求 此前这些措施已经激怒了许多中国民众 并扰乱了经济 近日包括西部制造业中心重庆 贵州省省会贵阳和安徽省的福湖市在内的一些城市和地区 甚至表示 轻症感染者仍然可以去上班 严格防疫政策在实施三年后突然逆转 使企业员工们现在可以在工厂和办公室随意进出 无需进行额算检测 感染后也不需要隔离 闭环式生产模式也已经停止 此前在该模式之下 工人们在隔离在工厂之内数天甚至数周 政策大逆转的结果是 许多工厂在面对严重的人员短缺 同时还需要确保员工们的健康 咨询公司Tidal Wave Solutions 居上海的合伙人 Cameron Johnson表示 从运营层面上来说 工厂的状况简直一团糟 Johnson表示 他从南方最佳越城市 东莞的一家塑料和其他原料厂供应商那里听说 有多达85%的工人因感染新冠而未到港 这种政策的极转弯与今年早些时候 政府下令采取严格的毫不妥协的措施 如封控定期 可算检测 激进的隔离和追踪接触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 郑毅表示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目前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 政府的指导非常少 他称 企业不得不想办法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 为员工提供健康防疫装备 包括抗原 口罩和药品等 他说 这些物资正在耗尽 中国在减少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之后 停止了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统计 此举实际上是终止了政府 估钱 评估当前这波感染的规模和程度的能力 公布的低死亡率与流行病学模型的可怕预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流行病学模型显示 随着目前到为止 传染性最强的奥密克戎毒株 在人群中的蔓延 病例将激增 自从新冠限制措施取消以来 中国的官媒一直在报道 大型国有企业正在关闭 闭环运营 恢复全面生产 据有中共背景的媒体 《新京报》报道 12月17日等数据表示 自11月中旬以来 北京制造业的用力量上升了15% 在社交媒体上 一些用户发表了关于全国各地小型工厂 广泛爆发新冠疫情的帖子 这些工厂大量的工人请病假 导致生产和客户的订单旅行的延误 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 丁亮表示 在中国当局对严厉的防疫风控措施突然松网之后 中国新冠疫情标持续飙升 各家医院对感染患者已应接不暇 未来三个月期间 中国60%的人口 或者说世界人口的10%都将感染新冠 而且感染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人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通报 星期一零时至二十四时 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体病例2656例 新增死亡病例5例 而且5例死亡病例都发生在北京 前一天北京已经报告2例感染死亡病例 根据中国卫健委的统计 自从新冠疫情三年前在湖北五号爆发以来 中国累计死亡病例目前为5242例 但是外界对这一数据的真实评律 越来越吃怀疑太多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北京市被指定专门负责接收和火化 感染死亡患者的东郊殡医馆 自从封控措施松绑和疫情飙升以来 每天都接受大量遗体 工作人员24小时超复合工作 可仍然忙不过来 东郊殡医馆的一位女性员工 向记者表示 在殡医馆平常一天接收30至40具遗体 但是现在每天接收大约200具 丁亮博士是世界卫生网络联合创始人 现任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 新冠病毒研究所特别工作组负责人 丁亮认为 中共目前放开疫情管控的目的就是 让能感染者都感染 让该死亡者都死亡 而且尽早感染尽早死亡 尽早达到峰值 尽早达到生产 在全世界都为中国为何 在无预警 无准备 无计划的情况下 突然解封感到压抑之时 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科大城市 都在迅速增加病床和发热门诊的诊所 仅在北京一地 发热门诊已经从解封前的94家 迅速增加到1263家 其中两集以上303家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960家 中国政府过去三年 在东台清零极端防疫措施封控之下 的确已确诊和感染病例 以及感染死亡人数压制最低 但是严厉的封控措施 以及没完没了的全员核酸 普筛使得民生和经济 都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干扰 不仅让投资人困扰 而且也造成了民怨沸腾 当局在民众抗疫示威 以及经济大幅度下滑的 双重压力之下 突然对极端封控措施进行松绑 不仅造成了老百姓的思想 混乱与困惑 并且导致了疫情的爆炸性的 增长和扩散 人们不仅担心确诊病例的飙升 而且更担忧 感染死亡人数的爆炸性增加 一个国家 每一场新冠流行的高峰 都会带来新型变异株的风险 而且新冠爆发的越严重 这些风险就越高 目前在中国爆发的疫情 就非常的严重 新加坡国立大学 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Alex Cook 在接收路透社的采访时表示 但是结果如果中国要达到流行病的程度 未来不用实施风控 并承受风控的经济和政治伤害 他就必须要经历新冠大爆发 Alex Cook说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Net Price 星期一表示 病毒在中国传播存在突变的可能 并对其他地方的人民造成了鬼胁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所长 许文波在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星期二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承认 BQ.1和BXBB是奥密克戎新的变异分支 并且已经传入中国 但他试图淡化这些新的变异株的危害性 他说 这些变异株的传播力和免疫的逃逸能力正在增加 但其致病力和奥密克戎其他系列的变异株 没有任何的区别 重症率和死亡率在留下BQ.1和BXBB 这些国家没有显著的增加 许文波说 路透社记者上周六曾前往北京东郊殡殡仪馆 实行实地的观察 结果发现殡仪馆门口有安全警卫在巡逻 殡仪馆门口的林车在殡仪馆门口大排长龙 而且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则将一体运往殡仪馆内 路透社表示 其记者无法确定林车中的死者 是否都是感染死亡的病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的主任 王贵强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奥密克戎的毒株感染之后 导致的死亡主要原因还是基础疾病 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 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 归类为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 且因其他的疾病基础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心肝等等的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 就不把它归类为新冠导致的死亡 孟贵强说 对于世界银行周二公布的最新预测 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6月份的预期值4.3%下调至2.7% 对明年的增长预期则从8.1%收窄至4.3% 日行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的增长前景受到重大风险的影响 其中特别提到的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走向 以及家庭和企业的行为 在实施了近三年的破坏性限制措施后 中国在12月初突然改变防疫措施 取消了大部分的清零限制政策 但专家担心中国对开放后出现新冠疫情潮的准备不准 数百万计的中国老年人和脆弱人群没有接种疫苗 近几年来在北京总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感染暴增 由于担心被感染 许多中国人选择待在家里 这一状况严重影响消费 众多企业都已被迫关闭 世界银行警告说 经济增长将取决于未来数周和数月内家庭和企业的行为 与此同时 中国房地产业正在坚立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该行业历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房地产与建筑业占到中国GDP的四分之一之强 自中国政府2020年采取减少企业债务的控制措施以来 房地产业持续受到影响 在经历多年超高速增长之后 中国现在众多城市房地产销售都在下降 房地产开发商正在为生存而挣扎 莫及整个建筑业及数以千计的公司面临困境 世界银行警告说 房地产业的持续压力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影响 世界银行也同时表示 乌克兰战争通货膨胀 以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下的需求放缓等 也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压力 中国在今年年初设定的 2022年GDP增长目标为5.5% 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这个设定不现实 实际上即使是实现这个目标 也将是除受到疫情扰乱的2020年之外 中国40年来最低的增长 广告后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你知道吗 COVID是可以治疗的 如果你或家人年满50岁 或是患有慢性病 正是严重COVID的高风险群 及早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时间 减轻疾病的严重性 并尽量避免住院 这可以救你的命 如果你已经有了COVID的症状 请立刻就医获得治疗 我们做得到 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 及公共服务部付费提供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 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 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 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 crsradio at 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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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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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朋友 新年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一线的目 我是哈士奇 我是小曼 今天是2022年12月20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 美国新闻 美国周二提出 愿与中国分享疫苗 以阻止COVID-19的病例飙升 并且表示 遏制疫情的符合全球世界的利益 鉴于北京大力投资新冠外交 并将其本土生产的疫苗 运往世界各地 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接受 常常是中国对手的美国 提出的这项建议 重要的是 所有国家都要专注于 让人们接种疫苗 并使得检测和治疗 变得更加可及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内德·普赖斯对记者说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COVID-19疫苗君主国 我们准备继续通过 这种和其他与COVID相关的 健康支持 来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 世界各地的人民 普赖斯说 这样做完全符合 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 我们的COVID-19疫苗安全有效 而且我们已经向世界各国 提供了这些疫苗 且不考虑或者尽管 它们是否存在任何的 政治分析 美国司法部员周一警告说 美国十几岁的男孩 越来越多地陷入涉及 网上敲诈钱财的 性勒索犯罪阴谋 涉及至少37名受害者 迄今已经导致 十几人自杀 联邦调查员和司法部官员 在简报会上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激起调查 数以千计的线索 他们已经发现 与去年同期相比 2022年上半年的报告的 涉及钱财的 性勒索犯罪阴谋 增加了十倍 在所谓的性勒索犯罪阴谋中 某人被迫提供 露骨的色情图片 然后被勒索钱财 官员们说 许多案件都起源于 Facebook和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网站 一旦建立联系 犯罪就会转而使用 其他可以传递信息的 应用程序 如Snapchat或Google Handouts 调查去年1月6日 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 国会委员会 周一建议美国司法部 对前总统特朗普 提出刑事起诉 原因是他试图非法策划 推动他在2020年大选中 输给民主党人拜登的选举结果 并宣扬暴力 以便继续留在白宫掌权 这位委员会由9名国会议员 众议员组成 包括7名民主党人 和2名访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委员会成员一致的 敦促联邦检察官对这位 前美国领导人提出四项指控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该委员会指控说 2021年1月卸任的特朗普 煽动或协处叛乱 除外国会开会认证拜登 拜登获取正式程序 串谋欺骗美国 以及串联 做出一系列的虚假陈述 美国路易斯安纳州 和西伏地尼亚州的州政府 机构星期一颁布指令 禁止在相关政府机构 所拥有的设备上 使用抖音国际版TikTok 理由是 由这个中国公司拥有的 短视频分享平台 会被北京用来监视美国人 至此 美国50州当中大约有20个州 颁布了相关禁令 TikTok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 公司对如此之多个州 爬上这政治花车感到失望 他们基于毫无根据的谎言 制定相关政策 又对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 毫无帮助 美国联邦调查局长 特里斯托弗·雷 11月15日 在国会作证时表示 对TikTok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 他指出 根据中国法律 中国公司基本上都被要求 做中国政府希望工作的事情 或者分享信息 或者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12月20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103,814人 死亡1088,236人 截止到12月23日 华盛顿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187万2,837人 死亡14,898人 其中金高地确诊人数为 533,535人 死亡3,337人 PS高地确诊人数为 237,388人 死亡1,554人 华盛顿州卫生部通知华盛顿州市民 流感目前正在华盛顿州高速传播 当前的流感季节在今年年初 流氓死亡率高于 以往此时的通常水平 截至12月10日 华盛顿州已有40人死于流感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DOH强烈建立所有6个月以上 以及以上的人们 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它可以帮助防止个人 患上严重的疾病和传播疾病 并防止在本里紧张的 医疗保健体系中住院 如果有人在接种疫苗后 确实感染了流感 通常情况会更加的温和 并发症也会更少 该疫苗还降低了需要 医疗护理的奉献 由于冬季天气原因 从今天到本周剩余时间 西雅图的客户将延迟在 西雅图收集住宅垃圾 回收和食物庭院垃圾 西雅图公共事务局SBU的家庭 威西费物处理站和转运站 今天对客户关闭 如果天气允许 明天将尝试重新开放 在天气和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垃圾回收和食物庭院垃圾服务 将按照修改后的时间表 于2022年12月21日星期三重新恢复 例如 如果你的常规收集日是星期五 那么你的垃圾可回收垃圾和食物庭院垃圾 将在本周的周六出集 客户应确保在早上七点之前 将容器取出以确保收集 西雅图最新的屋顶酒吧 是跨年夜观赏烟花的最佳选择 奥斯特拉厚 Hotel顶层的Altitude Sky Lounge 将于12月31日举办一场特别的 Drink the Stars活动 该屋顶酒吧 位于South Lake Union街区上方16层 设有室内和室外的座位 我们可以看到西雅图市中心天气线的全景 教授胡云销总监说 在新年前夜 您可以直接从太空灯塔 看到烟花表演 也可以看到被烟花照亮了的 美丽的天气线 华盛顿州和全国各地的寒冷天气 已经对假日航空旅行造成了沉重打击 西雅图塔克马的国际机场航班 已经取消 取消开始增多 到周二晚上 FlightAware报告了 372次延误和202次取消 阿拉斯加航空的官员表示说 其中100个航班被预先取消 以避免飞机 除兵过程造成的累积 西雅图警方正在调查一名男子的多个账户 据报道 该男子抚摸了几名在西雅图附近慢跑的女性 最近的一起事件发生在周六 当时一名女子向警方报案说 当她沿着湖滨大道南的 华盛顿湖大道慢跑时 一名男子抓住了她 西雅图警方于11月7日下午3点 从一名妇女那里收到了类似的陈述 她指控同样的事情 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周五12点至12点之间的 华盛顿湖大道街区 4月6日 一名女子打电话给西雅图警方 让她在第17大道900号街区奔跑时 被一名男子抓住乱摸一通 然后开着一辆白色雷克萨斯SUV离开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夏图地区今晚多云 降水概率55% 最低气温华氏31度 摄氏零下1度 明天多云 降水概率32% 最高气温华氏32度 摄氏零度 最低气温华氏21度 摄氏零下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列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 都不分心的时候 我们的道路 才是最安全的 正如今线的司机所知 93%的人 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 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 使用手机的人 进行巡查 所以 为保证您开车安全 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 免打扰状态 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 让我们齐心协力 保持道路安全 开车时 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解决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年 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12月21日 纽约尼克斯主场迎战 荆州勇士 本场比赛 史蒂芬库里 迪文森 佐和 贾迈考 格林 同时缺席 勇士队轮换上 出现了巨大的短缺 最终在布伦森的眼影下 尼克斯队以 132比94打胜对手 取得8点身 阿根廷队 周二回到阿根廷 球员们也进行了 夺冠大雪游 值得一提的是 在球员们搭乘 敞篷大巴进行巡游时 梅西等球员 差点撞上电线 还有球员帽子被打掉 可以说是非常惊险 画面显示 梅西手捧大力神杯 和队友们一起站在 敞篷大巴车顶 但石油路线安全 似乎有问题 球员们差点 做上了一根电线 好在大家及时低头 但帕雷德斯反应慢了一点 向后倒时 帽子被撞掉 在梅西率领阿克廷队 取得2022年 塔卡尔世界杯冠军之后 瑞士天王费德勒 在Instagram上发文 祝贺这位足坛巨星 费德勒写道 你一次又一次重新定义了伟大 我很荣幸见证这次的胜利 恭喜梅西和他的阿克廷队 拿下这个特别具有历史意义的冠军 法国队在世界杯决赛中 差点输毁了阿根廷队 赛后三名法国球员 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 种族歧视和恶意容谋 负责管理Ins留言的Meta公司 帮助删除了内容不当的贴富 到处网报的三名球员分别是 穆阿尼 赫曼和楚阿美尼 穆阿尼浪费了一次得风凉机 而后两者罚丢了点球 法国队因此以2比4输给了阿根廷队 三位球员都收到了不少攻击性的留言 内容涉及种族歧视 包括用了香蕉 猴子等表情的符号 相关公司已经帮助删除这些辱骂性的帖子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上涨92.20点 涨幅0.28% 收报于32849.74点 纳斯达克纵盒指数 上涨1.08点 涨幅0.01% 收报于10547.11点 标普500指数 上涨3.96点 涨幅0.10% 收报于3821.62点 截至发稿 硅金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上涨23.80美元 接报仇于每盎司1825.5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 报仇于每桶76.31美元 国际富伦图原油 报仇于每桶80.12美元 比特币报仇于16836.07美元 截至发稿 上涨指数上涨0.81点 收报于3.074.72点 香港汉车指数上涨62.97点 收报于19157.86点 日经指数下跌59.30点 收报于26508.73点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100美元兑换 697.06元人民币 数百家在首次公开 募股市场如火如荼时 上市的公司遭遇了形势的急转逆转 如今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险势 股价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最初的高位 根据Dealogic的数据 截至上周五收盘 在2020年或2021年 通过传统IPO上市的近600家公司中 逾四分之一公司的股价低于每股2美元 其中包括燕麦奶生产商 Opley Group AB和王贷公司Lawand Deport 许多在涉及SPAC的合并潮中上市的公司 也表现不佳 中国政府放松新冠疫情管控之举 导致了航空出行需求上升之后 中国的航空公司正在快速地增加国内航班的安排 这很可能标志着全球的航空业 将就此开启顺风顺水的大好局面 新冠疫情来临之际 中国曾接近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 而在疫情导致航空旅行锐减之后 中国却是这方面恢复的最慢的国家之一 现在在大范围的抗议活动 促使中国政府重新评估 严格的动态清零抗议政策之后 中国的航空公司正在增加航班 并提供折扣和促销活动 以吸引旅客重新乘坐飞机出行 根据道琼斯Market Data 特斯拉股价下跌12.07美元 跌幅于8%至137.80美元 市值自2020年底以来 首次跌破强升 近日 多名分析师下调了 特斯拉股价的目标价 特斯拉等科技股对利率特别敏感 是今年标普500指数下跌 20%的最大因素之一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哈士奇和于小曼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财编室新闻 路易可宇芳和校园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网平台 今日西雅图 新闻路部长号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KKMWAM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你们收听